沒穿上衣的男子帶著警方進入屋內 向屋子裡頭比了比 接著告訴袁警犯案的刀子就在地上 因為他剛剛竟然拿西瓜刀砍傷侄女的男朋友 26號凌晨4點多 台南江軍區30多歲的張姓男子和五姓女友 為了牽起口角 爭吵過程中不小心吵醒同住的女友叔叔 50多歲的五姓男子 平常就有失眠情況的他 被吵醒後喝了高粱酒 原本想借著酒意助眠 沒想到情侶越吵越烈 難以入睡的無姓男子 火氣一來拿了一把西瓜刀 以刀被架在侄女男友的脖子上 在拉扯過程中 侄女男友以手擋刀 結果手臂和脖子都被砍傷 警校將裝姓男子送往醫院治療 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將嫌犯依殺人未遂 移送偵辦